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旧月中凡祭提醒我们 什么呢 立位祭第一章谈到了 我们对神的献祭 第一个祭就是凡祭 凡祭可以献上 公牛或是 公山羊 公绵羊 而当我们献上公牛的时候 必须是无暇无私的 公牛 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宰牛在会幕前 把血 洒在坛的旁边 代表在神面前 蒙愿纳替自己赎罪 接下来 要剥牛的皮 把牛切成筷子 让这些筷子 柴放在坛上 然后 把牛的块 肉放在 坛上 而 内脏 浮库 用水洗 洗完之后 再献在坛上 凡祭的重点 是要完全的烧尽 没有任何的保留 完全献给神 若经济 不许可献牛献羊 也可以 以鸟 为凡祭 献斑 鸠除割 献的时候 要把血 洒在坛旁边 同样代表 生计 把我们的罪 移到 这个生计 里面 献给神 求神 洁净 接下来把 树 鸟 喉咙下方 装食物的地方 还有一些脏污 要除掉 接下来把鸟撕开 而把鸟 放在 坛上 完全的线上 凡祭的重点 是完全 脏腑与腿 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 全然奉献 烧在坛上 这是凡祭 献约化为 新乡的火祭 五个 重要的记录 第一个就是凡祭 强调的是 全然奉献 没有保留 到了新约 神提醒我们 要把身体 完全献给神 是 新乡的火祭 讨神的喜悦 我们思想 耶稣在石架上 为我们完全的 牺牲自己的生命 流血 要挽回我们的生命 而今日我们得着救恩的人 我们应当全然的献祭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耶稣你爱我们没有保留 愿我们对你爱 也没有保留 让我们学习 全然的奉献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心力 我们的金钱 都属于耶稣 我们愿一切 全献上 救生愿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